詞曲 李宗盛 說明就能往哪走 阿奇,確定是那邊 阿奇 可是這裡好陡峭,我們要如何下去呢 那有路 這道橋不一定很軟 莫威姐姐不居高嗎? 習慣了 習慣了 習慣 走吧 哇,玩一點啊,人哥 好可憐 欸,怎麼了? 呃,沒,沒事,出發吧 我在前頭探,你們小心跟著 好 哎呀 哼 哦,嘿嘿,看到夕陽下山,我就 旅行這麼久,習慣了 沒,沒關係的,我還能走 肚子一點都不餓 司空魚,我餓了 哎呀 我餓了 哦 哦 司巧,司巧說肚餓就不吃 木月說肚餓呢,就說吃 好,我們就一塊休息,吃飯吧 再翻AB咯 一路上總是讓司空大哥處理飯時 今天,阿巧給你們做飯,斬斬手藝 你會做飯 哼哼,竟敢小看我 不但會做,還做得很不錯 等等你就知道了 阿琪,過來 阿琪,我才沒有要吃阿琪 我是要阿琪幫忙,相信我吧 李妮舞 阿琪,走吧 走吧 阿琪! 其實這裡,牽緣劍呢 除了十大神器之外 還有八大廚具 你飯還真的做得不錯 我就說吧 我這人不說謊 不假裝謙虛 也不自吹自擂 阿琪,其實就是暗黑廚藝界出生的 我一尋找全世界上的廚藝神居 不惜犧牲一切 我還真沒看過不正大學藝人 不惜犧牲一切 有了 對啊,為什麼山上那條魚出來 在山上,怎麼找回來 又不是河邊在山上怎麼捉條魚呢 總之我現在也好 就是吃得多了點 總覺得它在隱瞞些事 木月姐姐,司空大哥 我,我是不是給你們貼麻煩了 我想,等拿回玄套戟,我還是跟大家分開比較好 為何? 我的體質有些特殊,往後可能還會給大家帶來困擾 你看看,幾條魚在山上捉到 我那天,被玄套集中的魂靈附體就是平神 我的部族自古相傳,只有少數人又有此種異備平神的體質 所以我才會被選為子國主祭 你不是覺得... 你不是覺得八大廚的是我做出來啊 你不是覺得中華翻的 我身邊不少混亂就是,在子國我也挺長 算了,不提也罷 這體質,子國只有你有嗎? 只有我有就夠麻煩了 不過聽說先祖中,好像也有人是類似體質 只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對了,族裡有人說我們這支血脈是神人之后 所以有平神體質 感覺也蠻珍貴稀罕的 神人之后 神人之后 難不成是當年留在人間的 什麼? 沒什麼 沒什麼 好了,現在不是說這種事的時候 總之呢,等拿到玄濤幾 我們就分開行動吧 只是平神,無礙 可是,要是我在... 我也覺得沒那必要 只要小心 不要讓你再被平神 不就沒事了 比起那防不勝防的異心 這應該簡單許多吧 恩... 謝謝你們 沐月好似對平神很了解 也很感興趣 談到平神 整個人不感興趣 這麼關心夢月 偏心 怎麼啦 沒事 我再去裝設明廚吧 又裝啊 雖然不一定有多大用處 不 若能提早預知 就能有所防範 減少傷害 哎呀 連目月都唱司空語了 哎呀 風得終於見翻臉啊 金盆 是否 如何 此舉 可是古籍中所記之物 此物並非在像伊隱古籍中所記載的神兵 對大商沒有注意 什麼 你還這麼說呢 又錯了 這些年 好不容易才從伊隱大人留下的古籍中找到眉目 沒想到 伊隱大人古籍中所提的神兵 究竟是什麼 風玉 你若我們下不過兩年 便能從伊隱大人的古籍中追查至此 一屬難得 既然此物並非古籍中所言之物 眼下最重要的 是將正確的神兵找出 而非死怨自毅 但師父 眼下也才不過兩年 傷勢已瀕危至此 要弟子怎能不及 莫非您以為登天一世一蹴可及 弟子 郭玉 我們大商除一族的入侵外 王上兄弟們仍未放棄王位爭奪 隨時有內亂之憂 若是先祖爭位之事重演 內憂同時外患 必是商事父王 我等身父王上重振商事之大人 登天一世萬不能緩 無人必須早日找到真正的神兵 登天正威 是的 若師父能下之時 我便已知 這條登天之路並不好走 大商百姓 才不會再受到其他敵族方國 及天法的無情傷害 師父您說的是 學生吃太了 很好 把那邊的古籍也收拾下吧 是 不曉得 他平安嗎 不曉得 他平安嗎 送我們到別裝的 一定是他吧 這樣細心安頓我們 留下一堆貝秘的神秘女人 除了他 還不曉得 是我笨嗎 明明他這樣欺騙大家 搶了末月姊姊的東西便走 卻還覺得 他是好人 這樣都覺得好人嗎 哇 現在的女生這麼容易哄的嗎 她可是我夫婿的親信 不可亂想 此橋 啊 木耳姐姐 為什麼不能拍在中間 木耳姐姐 要一起來看星星嗎 不 我是有話想問你 什麼事 你小時候生的那場病 與那日的平神 有關係嗎 木耳姐姐 木耳姐姐 你怎麼發現的呀 我還以為 我瞞得很好 平神 也是我不相足人擁有的能力 我多少能理解各種奧妙 真的 要是能早點認識木耳姐姐的族人們的話 或許那時就不會 嗯 沒事 對了木耳姐姐 那日真的很抱歉 我似乎 還對大家出手 真的又是這樣 無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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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你說又 其實 我也記得不是很清楚 我 你不用為這體質感到難受 這體質 只有心思純淨的人 才能擁有 我沒那麼好 木耳姐姐 你真的對這種體質很熟悉呢 可以跟我多說一些嗎 不妨 真的有話說 因為我的姐姐 也擁有像你一樣的平神體質 真的嗎 嗯 嗯 木耳姐姐 可以跟我多說一些關於平神和你姐姐的事嗎 嗯 在華虛 許多人擁有特殊的能力 聚魂 平神 這些能力 都是用來向上天 傳遞人們的苦楚 聚魂者 將求助者臨時 不在平神者身上 求助者便可透過平神者 向上天宿願 我的姐姐 她是個善良單純的人 族人都很喜歡她 姐姐也擅用這能力幫助許多人 包括 向姐姐求助的鬼神 聚魂者 平神者 你能平神 卻沒聽過她們 可能是烏冠上課時 我正在瞌睡吧 不過 雖然我沒聽過這些名字 但我主持過許多儀式 就像木耳姐姐說的 向上天傳達百姓的苦楚 以及王者的祈願 在紫國 有我這樣的烏仁思記 聽說在大商 還有專私補師的真人喔 真人 木耳姐姐沒聽過真人 真人 原來在我不注意事 時間已經沒過了許多 其實那些手褲子 我都很興奮 木耳姐姐 你剛剛說 你的姐姐用平神幫助許多人 包括鬼神 她 難道 都不怕嗎 怕 因為 那些鬼神 有些很醜惡 姐姐都會用同樣的心 體驗並解決求助者的問題 而且 最醜惡的 其實是人的心 人的心 木耳姐姐 在說鳳大哥的情 為什麼她常常掛著鳳大哥呢 是不是白癡啊 女兒 你很像我的姐姐 啊?像你的姐姐? 嗯 你們都能平手 人的心 應該是說父親 這樣啊 總覺得有點高興啊 之後越看越順暗了 不過 我不像木耳姐姐的姐姐那麼勇敢 對鬼神完全不怕 木耳姐姐 我想跟你 坦誠一件事 嗯? 其實 我小時候根本沒有生病 而是將朋友的原神 附在了我自己身上 怎麼回事 我小時候 就能看見鬼神 我的鬼神七萬年紀小 總捉弄我 有一天 我在山野 被一群鬼神圍住 有隻妖靈趕走他們 保護了我 我讓那妖靈跟我一起生活 但這件事 被阿父知道了 阿父說妖靈有邪氣 找真人處死了她 我不忍心見她死去 便偷偷將她的原神 記在我自己身上 但是 我被她平神後 卻昏迷了 等我醒來 已過了數日 這期間的事 我都不記得了 後來聽阿父說 她集合許多真人的力量 才壓制住我 把我救回來 阿父她雖然沒提 但我也知道 事情沒那麼簡單 從大家迴避的言行 以及許多人忽然出門遠遊 再也沒回來 我就知道 那次平神 我害了很多人 雖然妖靈的力量被壓制了 但從那時開始 我就變得力大無窮 食量也是 不過 不曉得是不是她在保護我 後來就很少有鬼神在欺負我了 喔 除了最近這次 玄桃幾副我的身以外就是了 總之 因為這些經歷 我至今還是有些怕鬼神 所以那日聽木月姐姐說 天上星子是人的魂靈變的 害我都不敢看星星了 若不是鳳大哥說 星子是好人死後化身的 都幾多話要說了 我不該提到鳳玉的 哎呀 還提 哈哈 哦 她說對了 天上星子 是許多好人變成的 我的姐姐 也在那夜空中 啊 原來木月姐姐的姐姐 已經不在了嗎 是因為 平神害的 你看到木月說話來要 那她說話應該第二招 差不多聽完了 我現在就帶她接下任務 因此失去了信命 膽小鬼 害你姐姐失去信命 人心 果然比鬼神可怕 啊 我原本想 木月姐姐說 要把玄桃幾送回去給姐姐 還想著哪天可以認識她呢 木月姐姐想帶回去玄桃幾 是為了讓姐姐和姐夫死後 也能相守在一起嗎 嗯 這是我能為她們做的事 那膽小鬼是誰啊 後來她怎麼了呢 又散發仙氣了 好漂亮的光 我一直想問 是啊 為什麼突然又散發仙氣呢 她 不曉得 但不知為何 她讓我有種安心的感覺 原來木月還有這樣的故事 難怪她指望要把玄桃幾邀回來 摺定風雲 司空魚 嗯 準備說聲聲了 我可以拿回來的 哦 我只懸桃幾 嗯 對 我也要將懸桃幾搶回來 並且把那風雲教訓一頓 好美啊 看到這些五顏六色的光 明明不就只有藍色 為什麼有五顏綠色呢 終於說故事了 不是撞到不周山嗎 你的女娃 用五色石將天上大洞鼓起 助關講故事時 總是說公公有多兇惡 不想行天跟向流有多可怕 可是 她真的有那麼兇惡嗎 為何這麼呢 昨日 我被懸桃幾中的魂靈瓶神時 看到好多景象 其中 有片河畔風景 還有一名 穿著星空色衣服的女子 看著她時 我心口 自然涌起一陣溫暖 但這副景象消失後 我的心口 又感受到被背叛的痛苦 玄桃幾中的魂靈 會是公公嗎 如果是的話 也許她不是壞人 而是被陷害了 你 看到一位身著星空色衣服的女子 嗯 那你 是誰呢 她瘋狂開話題 哈哈 哈哈 好像女娃補天 我阿娘也跟我貼過後續 說後續了 女娃 嘩 她便將多年需要為貫注於其中一刻 用來復活自己過世的愛女 嘩 男主角這晚就開心了 我似乎遇到了一群不錯的人 他們就是所謂的 這樣就傾發 好感度加上100了 這次是甚麼結局 然後即將又有新片看了 發生了 發生了 這個女生是誰來的呢 你是誰 哇 大家照 你看看 空藥 你 你 你 為了 復活自己的主人 真是用心良苦 用著忌魂珠 讓那貪婪的傢伙成為忌魂獸 坐等生魂收成 多簡潔有力 嘩 多無聊的計畫 你是誰 清魂 清魂 啊 多麼熟悉的情景 一個路過的女人 路過的女人 哎呀 青梅 嗯 我體力恢復的差不多了 等等要真遇上風雨 定能把她打得滿地著牙 哭著把懸桃戟吐出來 再向木月姐姐道歉 說再也不敢了 我不需要道歉 只要懸桃戟 會拿回來的 那麽走吧 去看看 風雨是否真的在那裏 嘩這個動畫 看了20分鐘有沒有 神經病 一個動畫看了20分鐘